大家好,我是Stan 由Mnet选秀节目 Boys Play你选出的 9人组合限定男团 切入杯斯文 因为所属公司在确定出道成员们后 发布的第一个天文是有关 最近大型经纪公司都禁止的 送idol们礼物新的内容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一般来说 确定出道的idol们就像惯例一样 发出的第一个天文一般都是 谢谢粉丝们一直以来的支持等的内容 但是切入杯斯文的所属公司 却详细地列出了 要怎么给成员们送礼 要送什么样的礼物等的内容 简单看一下内容的话有 不会另外通知有没有收到礼物 一碎的物品不接受 饮食类启用一次性容器准备 不会认证送来的礼物 如果要求签名或者是认证的话 之后再进行送礼会受到不利 最近在韩国演艺圈 因为各家粉丝们互相竞争 谁家送了idol们跟贵的礼物引起争议后 粉丝们的朝宫文化 也就是粉丝们送idol们礼物的文化 从大型经纪公司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反而现在常常能看到 艺人们给粉丝们有助攻的现象 所以且若被斯文所属公司的这个贴文 马上就引起了热议 网络上也出现了要求撤回送礼贴文的声明 而对于媒体们的询问 所属公司则是表示 没有要说明的部分 就是跟贴文内容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出道第一个贴文是这个的话 粉丝们应该会伤心的 应该是问的人多 所以才会发文的吧 不觉得不好 如果不这样公布的话 有的人是第一次追星 而且现在是最过热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不拍照片认证 这是正常的吗 学秀节目出身的爱豆们 送礼竞争本来就会很激烈 粉丝们都知道 所以才会希望不要收礼物 我是粉丝我很想送礼 所以看到这个公告觉得很谢谢 虽然不是贵的 但我很想送我的本命礼物 粉丝想要送礼物 跟公司跟粉丝们要礼物是不一样的 粉丝们听音乐买专辑 去演唱会买周边商品的话 就是做了该做的事 为什么期待粉丝们的筹工呢 就禁止吧 之前送礼的时候 成员们一起使用了 就说是欺骗粉丝什么的 有很多粉丝们不喜欢 用那个钱买专辑 买周边的话 成员们赚的钱能更多 送礼的话 粉丝们又会说 谁送的有穿 我送的怎么没穿 又会出现发疯的人 然后也会发生工作人员 没有好好传递的情况 只会发生繁琐的事情 对了 今天这个事情 跟且罗贝斯成员们完全无关 是所属公司的操作问题 绝对不可以针对孩子们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对于粉丝们的丑供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让粉丝们 网友们心疼的 凯的眼泪 5月3号 SN娱乐表示 由于最近兵役规定的变化 凯将在5月11号入伍 因为EXO正在准备 完全体专辑 所以这个消息 真的让粉丝们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而在入伍消息传出后 凯打开直播 对粉丝们说了 今天是第一天 我也没做好准备 太突然了 我很担心粉丝们 虽然不能休息就要去了 但在去之前 想看一下粉丝们的脸 凯接着表示 虽然做了很多准备 很遗憾没有展示出来 但回来之后 可以展示不是吗 在出发之前 我会尽力做到最好 凯不是因为当兵流泪 而是从2月开始 就准备了EXO完全体的回归 成员们还高兴地告知粉丝们 现在在拍MV 在练习舞蹈 结果今天得知 一个礼拜后要入伍 所以才会流泪 最上火的地方是 原本回归是要在4月份 结果因为公司内部问题延迟 走到这种地步 不是 凯本人也是今天才知道要入伍 一个礼拜之前 这像话吗 所属公司不好好工作吗 因为SF内部问题延迟延迟 变这样 真的想骂人 粉丝们好可怜 2019年之后 就没有完全体音乐节目 一直坚持了呢 对于凯的突然入伍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来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